歡迎收看小明星 小明星 有一位單親媽媽 在她離婚 獨自撫養小孩 最無助的時候 她還希望能夠幫助別人 也因為這樣的念頭 讓她找到生存的動力 有人想出資幫她開店 她說沒有勇氣 但是當有個朋友告訴她 沒有錢買菜 這位單親媽媽決定開店買水餃 她希望能夠給別人一份工作 當然她現在不僅僅有能力 給一個人工作 而去給一群媽媽工作 這些媽媽有二度就業 家寶 或是跟她一樣的單親弱勢婦女 來到這裡 就向她們的避風港 互相扶持鼓勵 一開始她們做的水餃 一下鍋就會爆裂 但客人並沒有退貨 留下來慢慢吃 也沒有告訴她們 因為怕會打擊到她們的信心 台灣人真的太有人情味了 也因為這樣 讓媽媽軍團更有動力和信心 克服困難 把水餃的品質做到最好 來 幫我拍 好 今天菜還滿漂亮的 早晨還沒到八點 貴春節的廚房早就各就各位 忙碌了起來 我也要用動 切兩顆就好了 切畫幾刀豪氣地將高麗菜先分四大份 再洗菜放進切碎機 變成細小的高麗菜碎片 還要半點鹽醃上半小時去除菜味 這麼高剛全為了餃子的內在 主要是我們要它的香氣 才會分這麼多的步驟 如果說一般水餃 素水餃就是切一切 我可能就包進去了 那因為我們想要讓它的香氣提出來 因為像 就像那個粽子 如果是全部包在一起 跟有分開炒香的粽子 那種配料就會 香氣會提升 目標是要做出大家都愛的水餃 不分吃婚吃素者 要把蔬食做得平易近人 其實不難 有方法的 但前提是得花上不少時間 高麗菜餃子餡料超豐富 多炒了香菇和木耳 也加喉頭菇當佐料 要入餡的食材都必須攪碎 但又不能軟爛如泥 每一道手續看起來很簡單 卻都得拿捏分寸 像是高麗菜要脫水 但又不能太乾 否則就會失去入口多汁的口感 一種口味六種料 拌在一起像馬砂雞 力道要溫柔不能太用力 才能保持脆度 從底層翻上來仔細揉捏 就像這些媽媽們的人生 重新翻身 我一開始都不會包 而且我覺得這是很難的 我們以前是包這樣 它很多 折 對 很多折 跟這個會站起來 就是一捏一個的不一樣 這個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這樣子捏下去 但是大家剛來的時候說真的 每一個人的手勢都不一樣 捏出來的還是都不一樣 所以還是要訓練 那因為一捏一個 我們主要是想讓它 看起來它是站著 它煮起來它不會每一個都塌塌的 那會比較有彈性 小小的工作室 在地媽媽們就像組成水餃軍團 面對面坐著 雙手熟練包著又大又飽滿的水餃 大溪市小地方 我們這裡工商業不發達 那這裡的媽媽們 她有些就是要帶小孩 然後下課要去接小孩 那我們那時候 我們工作量也不大 那他們可以彈性的來上班 那還有一些就是二度就業 或者說她可以把這裡當墊腳石 然後當她找到更好的 或者我們會幫她找 然後如果有更符合她的 我們就會把她向女兒嫁出去 對啊 我們下次願意去唱歌 對 孫子可以唱 歌神 瑋瑜歌神 我心愛 蘇柏 讚 讚 讚 邊工作邊聊天南地北 很難想像這些媽媽 有的人歷經家暴 有的有婆媳問題 有的有單親失業 來到這兒 他們就想找到避風港 想一家人共同完成一件事 但是如果少了帶頭的黃桂春 恐怕就沒有這些媽媽軍團了 好像生活上遇到了一些挫折啊 然後就好像想要找到一個那個 靠岸吧 又想要找到一個服務 然後很多人都會找到宗教嘛 那剛好就有一個姻緣 然後人家介紹 事實上對桂春姐而言 她的人生上半場 也有最谷底的時候 就是當年丈夫身陷毒癮 讓她決定帶著小孩離婚 一夕之間變成了單親媽媽 二十一歲就走進婚姻 離婚的決定 讓桂春姐對未來一片茫然 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 但卻又被現實環境 逼著要獨自扛起家計 最無助的時候 她默默在心裡許了願 期盼有一天能幫助自己 也幫助他人 找到生存的動力 因為我開糖果店嘛 然後那時候開始就少子化 然後生意就越來越差 然後我還有房貸壓力 然後還有要養小孩 所以經濟上有一點就是辛苦 然後後來就認識林姐 然後她就跟我在研讀班認識 一開始開糖果店 日子久了根本撐不下去 好在桂春姐遇到了貴人 願意出資幫她 但機會來了 要她跨出步伐 卻也沒有想像容易 其實也不敢答應說 我要改行 因為自己沒有勇氣 那是有一個壓倒我最後一根稻草 就是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他沒有錢買菜 可是我會覺得 你還是要還人家錢 那萬一做不好呢 所以我沒有什麼勇氣 然後是因為就是那個故事 讓我覺得我應該去做 想要給有需要的人一份工作 自助助人的念頭 讓桂春姐決定創業賣水餃 但外行人起步 迎來的挫折和挑戰 用閉路藍綠形容 再恰當不過 沒名氣的餃子 要怎麼賣出去啊 桂春姐用最傻 卻又最實在的方法 自己提著小冰箱 一一拜訪經銷商 我們剛開始出去 因為我們這個手工利潤很薄 那我們又不希望說 我們隨波逐流 跟外面一樣在惡性競爭 然後把品質降低 那所以我們都給人家八折 那對方經銷商門市 他會說八折我們都沒有利潤啊 那你是不是第一次出來做生意 那我想也是 我就都坦白跟他說是啊 然後他們就願意讓我們擺 然後我們就慢慢的這樣 認識了好幾個門市 就是初步就是這樣子做 單瓶一股傻進去闖 老實說前半年一年都在虧錢 但還好一路上貴人很多 客人他說你的水餃會破 那我就說那怎麼沒有退給我 他就說因為我怕打擊到你的現金 所以我留下來慢慢吃 我就覺得說怎麼會有這麼好的人這樣 有人情的力量 也有人來教管理法則 讓媽媽軍團的水餃 訂出小而美的方向 不求量產 把關品質跟衛生 終於邁開腳步 穩定經營 這一行我也不懂嘛 那這個過程變成說 你並不是在為自己做 當你不覺得是為自己做的時候 你會更有力量去做 去克服你覺得是很困難的事情 對 那當你去突破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這個成就或成果 也不屬於我的 你會覺得很值得 你會覺得很值得 關懷在地的用心 除了雇用在地媽媽 桂春節的餃子還有另一個堅持 就是用在地食材 我是在想說 我在找說 這個可以做水餃 刷籤 你說刷籤 對 刷籤 鄰居梅子的菜園裡 綠意盎然 這裡的作物瓜果 很多都成了 桂春節餃子餡裡的食材 她就跟我說 泥土要翻 要讓太陽曬了 這樣就不用放農藥 我就說真的喔 一般不是小菜苗 就要開始放農藥嗎 對 一般都是這樣講 想說農藥它是有期限 過了就好了 可是她種的是說 它的栽種方式不一樣 所以我就很安心 然後知道說 它是這樣子栽種 我就來看 然後就來找私材 用翻土 苦茶油 取代農藥 不用化肥 改成植物肥料 來源相對安全 讓桂春節 一視成主顧 因為有機菜說真的來源不容易 然後很遠的菜 你可能會有周車勞頓 那很近的話 在地的又是他們自己種的菜 那就很近 五分鐘 在地生產又能省運輸成本 確保新鮮 桂春節和在地農民合作 不只是做生意更有了交情 農民甚至變成了研發智庫 連四季豆都考慮變成水餃餡了 但做樹水餃還得付出另一個代價 就是他們的餃子也跟菜一樣 要看天吃飯 之前下雪之後都沒有菜 然後我們就很為難 然後還有就是像颱風天 颱風天菜都漲價 然後菜越漲價 我們水餃就賣得越好 因為大家就想說 我就買水餃吃就好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是做的是 很流血 創立初期 一口氣開發了十多種口味 慢慢去無存精 留下消費者最能接受的五種口味 包括高麗菜猴頭菇 雪裡紅酸白菜等 搭上雜糧全麥皮 綠色的螺旋枣皮增添賣相 每當消費者來購買 慧春節總是會解說 烹煮的小技巧 煮的時候要大火 水滾了 然後打一個漩渦 然後把雪長翻進去以後 加轉中火 會這樣耳提面密 也是因為當初不熟素水餃的特性 吃了不少虧 素水餃的關係 它不像肉的水餃 它可能裡面的肉是有黏性的 稍微有一點裂 它菜可能就全部都跑出來了 最常發生的就是 角皮錯裂的問題 水餃內餡因為是蔬菜 在含水量高 火候太大 下鍋後變成蔬菜湯 對品質可說是一大打擊 做皮的過程 給我們多一些下功夫 因為這個就是它的Q度 它的彈性 還有有時候可能會因為 氣候的關係 它天氣如果比較冷的話 如果它水沒有調的話 它就比較容易乾裂 就是有時候跟天氣有關 然後再來我們就是跟消費者說 我們素水餃的煮法 這份專注於改良品質的嚴謹態度 讓小小廚房熬出頭 陸續接貨有機品牌的代工訂單 一步步打出了知名度 現在的桂春姐爽朗熱情 比過去更多了自信 一個人帶兒子成長 也沒讓小孩學壞 我跟她說有一天 我會跟人家說 我跟她在台下不一樣 我好像有那樣的向往說 我可以把她教育到大學畢業這樣 然後記得她大學畢業的時候 她告訴我這句話 她說你可以跟人家說 我應該帶好兵 在人生第一潮 從宗教得到力量 回首自己獲得的充滿感恩 但這沒讓她停下腳步 如今換她回饋 師傅 早 早 一個禮拜至少花一天時間 上山 掃掃地 還結交了志同道合的夥伴 不會 看妳開心我就好開心 對啊 妳看 在義工團這 貴春姐卸下老闆娘的身分 是其他人的學長前輩 看似和店裡做的事很不同 但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幫助自己成長 也鼓舞他人 我遇到很多貴人 大家都說可能是因為我結了三元 那我也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如果每一個新的念頭 都是想著好的 善的 那我覺得自然而然 就是妳可以度過或突破 妳面對的困難 目前的挫敗這樣 曾經是弱勢者的貴春姐 靠著轉念 在她35歲 人生下半場開始前 獲得了重生機會 我幫妳擺 2 4 6 貴春姐期許自己是 在地力量的墊腳石 用陪伴 幫助遇到挫折的人 找到出口 這群媽媽們 向家人般互相扶持 包出來的每一顆水澡 都飽含著堅韌無比的 媽媽力量 媽媽的力量真的很強大 即便在人生最低谷 還能夠想到要幫助別人 但這何嘗不是一種福氣呢 給別人力量的同時 也在增強自己的信念 每個媽媽為了孩子 都不怕吃苦勇往直前 所謂天下之大 也比不上母愛偉大 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來看另外一位母親的故事 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口中口中 用腳種可以吧 我就開始用腳 我開始用腳寫寫寫寫寫寫寫 寫到可以的 我才教他 過去當認知到自己是一個身性障礙者的時候 當然會覺得說 就是單純怨天有人 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一定是我 不是別人 為什麼這麼渺茫的機會裡面 偏偏是我發生這種 做不心的事情 然後我又跟人家不一樣 就是要 嘲笑收到人家的指指點點 晚上的時候會偷偷哭啊 會覺得說 那像明天如果 我就起不來就好